大型机具忙着动工正在赶工 一栋接一栋大楼新建 股市涨势强带动房市 5月全台建物买卖移转栋数 来到3.49万栋 年增26% 这代表是近29个月以来单月新高 按照这个态势可能维持到7月 也维持年增率趋势不变 我们事实上看上市前年咬木的时候 事实上现在没有现代度 房子就是这个房子或土地 就是黄金 比黄金还比起来 而针对新清安措施 27号财政部祭出一人一生 只能现代一次措施 有学者跳出来认为问题不在新清安 因为新清安反而刺激 原来不会买房的年轻民众 关键应该是严重短缺 真正该做的是怎么降低成本 怎么样提高供应量 但是我看到这一方面 事实上我们现在造价 讲实话一直要往上升 造价往上升 其实就成本降不下来 一个执照事实上了好几年 其实供应量出来要把这个行政效率增加 基本没有减少 供应量再减少 那当然就是这个供需造成这个房价 一直往上升 毕竟现在整个市市场资金丰沛 而且刚性需求大幅增加 才出现史无前例的热矿 数字会说话 房仲调查 六月看物量较五月增加约一成 带动全台交易量年增达到48%的强劲涨势 最近房市随着国内的出口连期红 几气灯号也亮出黄红灯 经济景气稳定复苏 台股也挑战两万三的一个大关 那也带动财富的效果 再加上民众抗通膨的预期心理发酵 以及新清安的出动之下 也推升了房市的需求 经济稳步走强 台股创高 加上通膨迟迟没有缓解 看来台湾房市下半年 还是会持续发烧 东森财经新闻 王家宏留言在台湖岛 王家宏留言在台湖岛